哈喽,我是懵懵道人 这一期我们聊一聊让白起生名雀起的一雀之战 本期分节如下 温馨提示,该视频内容均依据历史文献 如果只想看爽文的话,该不提供,那就开始吧 公元前298年,齐国总理孟长军联合韩魏,结成合纵联军 由齐军主将匡张将领,浩浩荡荡去打秦国,强攻喊谷官 当初孟长军就是凭着鸡鸣狗道从这里猖皇逃离的 他大概也是想出口恶气吧 这一打,就耗了整整三年 据说,联军好像真的打进韩谷官了 秦昭湘王被迫与联军亲定城下之盟 将历年侵占的部分韩魏领土归还两国 是的,你没有听错,秦国割地,大魔王也有今天 秦国吃了败仗,最紧张的其实是韩魏 啥,俺们竟然打赢了,那完蛋了 秦国肯定要疯狂报复了,得抓紧时间加强防御 果不其然,第二年秦国就缓过劲来,开始疯狂报复 接连拿下魏国的乡城和泄地 韩国也躲不了,秦国兵分南北两路讨伐韩国 北路由相授领兵,成功攻下了韩国的吴史 吴史处于小韩通道,位置大概在后来的汉韩谷官 攻下吴史是为了进一步疏通秦国东出的通路 南路由白旗领兵,攻打韩国新城 新城是一处交通枢纽 新城向北沿着伊水河谷通过伊雀,可以逼近周王时所在的洛阳 新城向东沿着松山南部的营水河谷,可以直接威胁韩都新政 所以说新城是韩国西部最后的屏障 韩国提前就开始加固新城城墙 攻城量大,攻期赶得紧,甚至有不少劳工受了罚 但这丝毫挡不住白旗的冰封 新城之战是白旗在史书上的首次登场 但是战役的经过没有记载,只有侧面线索 白旗攻打新城时,他的军爵是第十级左树掌 新城之战后,他的军爵是第十二级左庚,连升了两级 很显然,白旗赢得很漂亮 新城被秦军拿下,一下子引起了韩国的强烈反应 韩国立即向魏国求援 魏王深知存亡齿寒的道理 面对共同的敌人,自然不会作弊上官 毕竟,从韩都新政到魏都大梁一马平川,才六十多公里 韩魏联盟正式组建,首要目标就是夺回新城 你可能会疑问了,孟长军哪儿去了 开头不是说,是他挑头招惹秦国的吗 现在怎么没动静 原因是,孟长军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已经逃离齐国 齐国现在当家的,不愿意招惹是非 所以韩魏只能自力更生 东周国身为东道主,也掺了点鼓 咋说呢,聊胜于无霸 韩魏东周联军驻扎在新城下游不远处的伊雀 伊雀之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韩魏联军驻扎的伊雀是天然的险爱 这里伊水两岸,两山相对 远远看去,像一座巨大的门雀 所以叫伊雀,不仅看上去像门雀 实际上,这里就是守卫洛阳的南大门 不过如今的伊雀,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 龙门,伊水两山的峭壁上 有历代开凿的上千座佛教师窟 只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 龙门景区的一草一木 都裹挟着血腥的气息 伊雀要塞,两山挟制 联军只需要在这个口子上做好充足的防御 洛阳方向再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便可立于不败之地,进可攻,退可守 魏军主将是公孙喜,韩军主将是鲍渊 这二位就是两年前破秦的韩魏主将 正因为有过胜利的经验 所以这一次,公孙喜和鲍渊再次批挂出阵 两国投入的总兵力不少于24万 据史记记载张仪的口述 韩魏两国各自总兵力也不超过30万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 两国在联合抗秦上的决心 而秦国能调动的机动兵力不到韩魏联军的一半 大概只有10万 这里主要的原因是 当时秦国属地爆发了叛乱 秦将司马措领兵在属地评判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秦国东方边境的空虚 不过这里我得插一句 史书上的数字不能全信 秦国官吏在统计斩首人数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水分的 因为这涉及到分土地赏爵位 可到了纵横家嘴里 史官的笔下 难免要注水 我当然还会按照记载去说 看官们可以默默给这些数字打个对折 站在韩魏的立场 20多万代甲之势 攻击远道而来的十多万秦兵 有人数优势 有地理优势 还有主场优势 就算坚守不战 就给那儿耗也能把千里运粮的秦军给耗寿了 对于秦军而言 面对一阙非常狭窄的正面 要做到有效突破 确实不容易 税虎帝秦简编年纪记载 秦昭王十三年 攻一阙 到了秦昭王十四年 一阙才被攻陷 史记记载 秦昭王十四年 在魏冉的举荐下 秦军主将由相授换成了白旗 结合这两则史料 可以得出推论 秦军一开始的主将是相授 他在一阙跟韩卫联军僵持了至少一年 始终未能有所突破 直到秦昭昭王的二舅未染 举荐名不经传的白旗 做总指挥 把相授替换下来 这才攻破了一阙 按理说 如果想通过林郑换将来突破僵局 那就应该找经验丰富的老油条 秦国当时的第一名将 是司马错 此时司马错在属地平乱 根本抽不出身来 或许是因为新城之战出色的表现 让魏冉注意到了白旗 才大力举荐他 事后证明 魏冉确实独具慧眼 如果不是破格提拔白旗 这种略不释出的军事奇才 秦国不知道要在一阙 耗到什么时候 那么白旗这一仗 到底是怎么打的呢 我翻遍了史料 关于一阙之战的经过 都是一笔带过 只有战国策 有一段白旗的口述回忆 稍微详细一点 那是一阙之战多年以后 长平之战也已经打过了 范居想请白旗出山伐邯郸 就各种奉承 说当年韩魏两国兵强马撞 您手里的兵力还不到人家一半 竟然能在一阙大破韩魏联军 流血瓢鲁 斩首24万 韩魏两国挨了这次打 至今都对秦国俯首贴耳 您的这份战绩天下莫不闻 白旗则表现得很谦虚 踏踏实实给战况复盘 说当时韩魏联军虽然人多 但心不齐 韩国立单事故 不想打头阵 只想着利用魏国 魏国依赖韩国的精锐雄师 想让韩国打先锋 两国不能同心协力 因此我呢 便设下一兵与韩军对阵 令派精锐军队 趁魏军不备 而下令攻击 魏军一败 韩军那边不用打就溃败了 秦军只要乘胜追击 扩大战果就可以了 仗就是这么打赢的 自己只是在战前 把形势利弊计算清楚了而已 何神之有灾 这就是关于一阙之战 最详细的一段记载了 白旗只是粗略描述个大概思路 如果想要复原战场具体经过 也只能结合地形 进行合理推测了 两军都在狭长的伊水河谷中 有点狭路相逢的感觉 先看秦军大本营 是伊水西岸的新城 这里一年前被白旗占据 兵力大概十万 新城下游十八公里 是韩卫联军驻守的伊雀 伊雀是一个狭长的山谷 仅长一点五公里 宽两百米不到 中间都是水 不可能容纳二十多万的兵力 伊雀两侧大山延伸出的山岭 在爱口北侧 构成一个南宅北宽的喇叭口平原 联军的营地 应该就在这个巨大的喇叭口之中 白旗竟然能阳攻韩军 出其不意地偷袭魏军 那么推测 韩军在秦军正面 魏军在后面 这也很合理 伊雀本就是韩国的主场 人家魏军是来支援的 所以韩军的人数也应该更多 战国测程提到 宽阳周边地区有二十余万韩军 推测韩军大概二十万人左右 分布在伊雀 辖城的山谷和靠近山谷的区域 魏军则部署在北侧的平原当中 人数可能在五到八万左右 那么 对白旗来说 突破点在哪里 联军占据的伊雀一手难攻 但如果把眼光 从狭隘的伊雀战场 扩展到整个伊水落水区域 就会发现 伊雀关爱北侧的喇叭口平原 和落水河谷连成一片 秦军如果做大范围的外线调动 从夷阳方向 沿落水 猛插到联军的背后 那么联军很可能陷入 父辈受敌的危险境地 当然这一点联军不可能想不到 所以魏军应该也担负了防备落水方向偷袭的职责 白旗派出的间谍得到消息 韩魏双方互不信任 谁都不愿啃硬骨头先出击 白旗看出 与顶在前边的韩军相比 人数更少 且处于后方的魏军 保存实力的心态非常明显 战斗意志更加薄弱 那就先拿公孙喜的魏军开刀好了 于是白旗制定了一个并不复杂的计划 接下来 我会按照战国策中 白旗的这段字述逐具推演 首先 白旗精心挑选一支齐西部队 在外线做迂回 路线应该是从新城向西 穿过熊尔山脉 从落水方向 绕到伊雀战场的侧后方 路程近40公里 白旗形容这支偷袭部队是精锐 既然是精锐 最多几万人马 毕竟山道狭窄 大部队行军会蔓延数十公里 到了地点还要集结 非常不利于隐蔽和激动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欢迎讨论 至于秦军迂回偷袭的可能性 魏国人不可能想不到 在落水河谷 应该都设有哨卡 驻军部防 因此做好隐蔽工作就成了行军的关键 我推测这支骑兵很有可能是在夜色的隐蔽之下秘密行军的 之后就悄悄隐藏在卫军大营附近的山上等待时机 比如后来井行之战中 韩信也有类似的操作 等到天亮之后 在伊雀战场的正面 秦军对伊雀南口的韩军 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 但有一点 秦军必须大张旗鼓 才能够迷惑韩军 连带着迷惑魏军 让他们相信 眼前正是秦军的主攻方向 此时的魏军听见南方传来的响动 得知秦军正在攻击韩营 便放松了警惕 可能觉得 还不如让秦韩双方消耗之后 再出手捡便宜方为上策 这时 隐蔽在魏营周边山林中的秦军 见时机成熟 突然对魏军 发起了迅猛且致命的攻击 由于对秦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 毫无防备的魏军 被打得措手不及 来不及组成阵型 进行有效抵抗 就这样彻底崩溃了 那么魏军败北之后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按照白旗口述 魏军败北之后 韩军不战自愧 接下来 秦军就乘胜追击那些败北的军队 这一段话给人的直观感觉好像是 韩国人本来在南边 跟秦军死磕 突然发现北边的友军 被打得落花流水 于是韩军军心大乱 没做太多抵抗 就各自逃命了 真的是这样吗 韩国虽然在七雄里面 综合实力排在后面 但是军备不算差 尤其弓弩制造技术 还是排在前面的 白旗的原话是 魏国人正是仰赖韩军精锐 才觉得应该韩国人打先锋 还没交手就丢亏弃甲 我觉得不至于 所以魏军溃败 并不能必然引发韩军溃败 这里面涉及到具体操作方法 但是白旗他没交代 我们也只能靠猜了 在冷兵器时代 作战一个是要讲究阵型 一个是要拼士气 毕竟不是街头斗殴 步兵要结成方阵 除了形成密集的战斗力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是保持士兵和军官之间的信息流通 阵型不乱 士兵就可以在固定的方向 看到军官指挥 一旦阵型被冲垮 就成了一盘散沙 没有办法组织有效进攻和防御 大部分士族会士气全无 溃散逃命 军队越庞大 崩溃的就越厉害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 秦军在击溃魏军之后 方向性的驱赶魏国魏军 让溃军冲垮了韩军的阵型 引发连锁反应 并传染了未知的恐惧 驱赶溃兵的任务 主要是由骑兵来承担 在战国时代 骑兵都是轻骑 比较脆 面对密集的长矛方阵 没有招架之力 所以骑兵通常只作为辅助 但是 如果用骑兵来驱赶溃散的逃兵 那就像牧羊犬赶羊群一样 比如六滔中记载 骑兵的主要任务之一 是肿败军 就是追击败军 白起的这只骑袭军中 应该有一只数千人的骑兵队伍 他们就像数千只牧羊犬 把四散的逃兵向南驱赶 一开始 应该有不少漏网之羊 随着骑兵向南推进 喇叭口缩窄 数千骑兵 形成一条封锁线 越来越密集的魏国溃军 像羊群一样向南倾泻 依鹊爱口南部 韩军与秦军的宜兵 正保持着中低烈度的胶着 这时却从背后 突然跑来大批的魏国溃军 韩国人很为难 拿公弩把魏国人射回去吧 不合适 那是友军 放他们进来吧 自家的阵型就垮了 韩军眼睁睁看着友军 排山倒海一般败退下来 怎么可能不腿软呢 士气全无 北边的秦军有多少人 只能靠脑补了 未知的恐惧是最吓人的 掉头逃命吧 本来坚持抵抗的韩军 也轰然崩溃 二十多万联军 完全陷入了混乱之中 原本在伊雀南口 担任移兵的秦军 正好堵截 从爱口突围的韩卫士族 除了少数漏网之羊 大部分联军士族 被封死在了伊雀战场 这已经不是两军对战 而是单方面的屠杀 清理战场 韩卫联军总计被斩首二十四万 韩将报冤逃出生天 卫军主将公孙喜被俘 之后又被砍去了脑袋 白起则一战成名 我们回顾这个过程 不得不感慨 白起真是一个心理大师 他要经营的 就是让韩卫联军心理崩溃 可毕竟联军有绝对的人数优势 怎样才会心理崩溃呢 那就要让联军意识到 自己被前后夹击 又搞不清楚秦军 究竟有多少人嘛 具体方法 就是把卫国的溃兵利用起来 借助地形 设置好方向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传播恐惧 扩大恐惧 可怎样才能保证卫军溃败呢 如果卫军不溃败 后边的剧情就没有了 那就要利用韩卫之间的芥蒂 先扬公韩军 让卫军观望 再用精锐出其不意偷袭卫军 你看 环环相扣 算无一策 通过复盘这场一雀之战 谈谈我的两个感悟 第一 抽象的理论 要在精心规划的布局上 才会起作用 声东击西 两面夹击 这很容易概括 但是如果没能深入现场 深入细节 怎么个声东击西 又是怎么个两面夹击 只听了一句 就什么也学不到 前边有提过 秦国一开始的主将 是相授 相授不是啥名将 但也绝非无能之辈 他在一确跟联军死磕了一年 也没啥进展 就这一条就能说明 人家联军没那么菜 我认为 相授应该也采取过两面夹击的方针 要不然对得起那个地形嘛 这并不难想到 但是相授他没搞成 白起搞成了 所以 这背后一定还有很多深藏不露的东西 第二 人多不一定就是优势 尤其是联军 联的好就能充分发挥人数上的优势 以多欺少不费力 联的不好反而成了乌合之众 你等我先上 我等你先上 特别容易路破绽 最后兵败如山倒 大家一起败 这就是当年孙武和武起不约而同总结过的用兵经验 要想激发士兵的战斗力 就得把他们放在非拼命不可的境地 一种观点认为 白起最突出的用兵特点是打歼灭战 不以攻城掠地为唯一目标 如果只是把敌军打败打跑 过一段时间 对方还能再组织起来反抗 吃下的地盘也容易得而复失 所以 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白起这一点看得比较透 这话说的吧 好像对 其实也不对 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可不是白起的特点 这是秦国的特点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 确立了军功绝制 从制度上决定了 秦国就是一架杀戮机器 这一点可以参考杀戮机器的诞生那一期 从底层士卒到上层将领 要想加官进爵 都是靠人头 如果非要说白起看得透 不如说商鞅看得透 只是白起赢得漂亮 赢得多 所以就显得他格外突出 一雀之战 斩首24万 在秦国斩首激功的历史上 第一次达到六位数 韩魏两国元气大伤 精锐丧失殆尽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秦国继续对韩魏攻城掠地 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毫不费力 韩魏两国 进入了以帝势秦的恶性循环 白起这个名字 成了蔓延在六国上空的白色恐怖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 我们聊聊白起指挥的法楚之战 不要忘记见三连哦 拜拜 拜拜